好 小米聊天跟大家聊天 今天講一下一個挺慘的前輩最近的遭遇 就是陳小寶 不知道知不知道誰是陳小寶 其實我們不認識 年輕人應該不是很認識 上一年多好像我們這些都認識的 因為六啤半 第二就是他有幾個光環的 第一個就是六啤半 第二個是當年最早期 算是我成長介紹英文歌 而有一個節目叫做《最Hit的世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認識Michael Jackson 介紹Billy Jean 就是陳小寶 接著我問他 維他奶還是什麼 就收了一個這樣的廣告 接著他說他拍的 原來 我說不是整個Billy Jea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就是Billy Jean 就是他的 這兩個光環 第三個光環 當然是無端端做了新禮堡這個高層 你知道新禮堡的時候很厲害的 有張國榮 黃飛 Beyond 許冠傑 大約差不多 其他一些 潔民那些 我不知道你們看 就是第四個光環 是不是 第三 第四 第四個光環 就是去了環球做高層 當然這個黑歷史他也不是很想說的 因為他被廉潔踏了嘛 然後他被廉潔踏了嘛 然後什麼都沒事 就四個了 那麼他是一個很出名的DJ 沒什麼可言的 那麼近年他游走於 但是他就是他不同很多 他六啤半 這個年來六啤半的 還在做節目的人有沒有呢 我也不太記得還有沒有人在做節目 雖然我有機會經常看到梁安琦 還有前上司楊振耀 他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做DJ 有人真意他現在講政治的嘛 我前上司 那還有沒有呢 我不是很記得 鍾武羅死了啦 那錢淺就不知去了哪兒 真露德教唱歌 我數一下 蘇絲網教主送 這個還有誰 盧葉薇去了加拿大 我差不多 朱銘揚被人解僱了 就是差不多了 還有漏就 關西蒙不知道他去哪兒 我都數了十幾個了 我都挺厲害的 我真的 我都覺得自己都挺老 好了 不過我覺得 他有個小寶怨民 被港台停播 那主要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被人打電話 就是他現在不知為何 煽動人打電話 投訴港台 又是浪費夠氣 陳小寶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 從來都是假的 都是做出來的 你真的我都不明白 當然港台不是非一般港台 不是以前我們 我弟弟 張大姐 就是有 吳錫輝那個年代 青春交響歌 不是那個年代 大家要記住 不是那些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 是莫名其妙的 那些節目 不要緊要 但是當然 不過我認為 港台炒陳小寶先生 都不能夠說一句很笨 就說他口齒不寧靈 就是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說他口齒不寧靈 是不是 那 就是 我覺得很奇怪 他都叫做 暗立江湖幾十年 我想他現在七十歲左右 應該都差不多 一人如珍 早了七十歲 我想他小幾年 六十七八 都小 都六十到問那些人 我想他中暗江湖三四十年 那怎麼會 就是他考不考慮 我覺得港台不需要用到這些字 其實就是嚴交他老而已 我想主要就是嚴交他老 那當初為什麼會 因為小寶與文迪這個節目 你要記住 為什麼港台要做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不是港台的原創 這個節目其實 就是 我沒有記錯是新城的 新城以前 你知道新城 你說有人聽也有 你說沒有人聽也有 新城其實在什麼電台上 都不明白 不過我們知道有阿薛家燕在 其他港台還有什麼DJ 可能你比我還熟 我不知道現在新城有什麼 的人在做 我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各位安慰 我知道 馬俊偉去了 陳少芝去了 我記得 但是你說 有一段時間 新城是危打的 大家都沒法認是事實的 你不敢說新城好聽 阿Q你 好 這個節目其實是新城帶過來的 這個不是港台原創 當然是港台的雞夠理 陳少芬就是多夠元 陳少芬現在說 就是寫信 可以直接叫港報處長 投訴 寫明 就是你 就是你 用一些粉絲去搞港台 更加厲害 港台那些事情 你有沒有處長 是政府高官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你找事情給他做 他不敢說跟你平反嗎 你都不用想 你還以為張穩二年代嗎 我又覺得陳少芬做這件事 我覺得好 很笨 就是 就是以這個 都暗立高峰這麼久的人 怎麼會這樣看不上眼 你這個節目一想 你這個小寶遇文敵 你再查回新城之後 跟著曾經去過一個叫做網台 麵包台 疑似中資背景的這個台 做過 又做過一段時間 那麼這個台 根本這個節目 就是 不是港台原創的節目 港台就是雞你 其實就是用藉口雞你 你以為自己 就是他 就是有時候人 真心說 小浩哥 我跟你見過一次 兩次 見過兩次 訪問過你一次 跟余文傑 當年 是 不知道余文傑 我忘記那一集有沒有拆開兩集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四個字 知所進退 你還以為自己是新麗寶的大旗手 嘩 首席 張國榮 首席 黃靖文 那時候不是黃菲 首席 嘩 典石成吉 不是過了 對吧 就是你想著 和你這個節目 港台很多那些所謂的保守派 喂 這個節目不等於我們 你為什麼要抑握他 你以為有沒有人說這些話 還有 你說現在 還有很難量化你 就是這個世界 YouTube世界 你以為 電台根本都是捱打的 喂 多不多人聽 我不知道還有幾個人 你會不會晚上會開一個電台 聽節目 就是以前 連我最喜歡的那個 陳凱琪的遊場假期 沒有想到 我也沒有聽 以前我一定會重溫這個遊場假期 現在 連我最喜愛的陳凱琪女士 那個遊場假期 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全部老化那些 不是啊 但是好像找車屬煤回去 我最近見何首席 我不知道啊 《開心日報》好像說停了 我記得師父也回去了 何首席 和《動盟》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 好像變了一個女人節目 當然 電台品變是好事的 因為電台其實基本上 沒有變的 為什麼以前你商台和 商台經常變的 商台尤其是903 他會日頭的節目去夜晚 夜晚的節目去日頭 就是試過 我試過 我記得哇哇哇試過日頭播過 心美小儀的節目去夜晚播過 以前是夠膽的 就是想要擴闊整個 戰線 多些人聽 但是近年說 近年哪有夠膽啊 大哥 怎麼沒有人聽啊 屌你老闆 是不是 我想商台很清楚 廣告怎麼 不如賺下長錢 何左支 當年買下很多大紅炒 大藍炒 聽我聽的那些 以前商台都跟我說 所以呢 財政很能建築 但是 都不會 但是你說有沒有錢賺 都 見仁見智 對不對 那港台就可以任性一點 因為是公帑 但是 你看到呢 最近很多人的感覺就是 這個 說搬了幾十年的港台 都還沒有搬 但是現在人民入境事務主 搬了將軍佬 將軍佬那座 究竟是不是以前 港台說搬那座 哈哈 就是你說 你聽完是不是很難的感覺 喏 我從小到大都說港台搬 那什麼時候說 他不肯聽話 不聽話 都是一個政府機構 兩件事 就是 這個年代 大家都知道港台那個東西 舊到媽媽不認得 經過都知道舊的 做博物館就差不多 還有 如果這個是政府地段 你當然是用來蓋房子 大哥 那個是廣播道 電台哪裏做都可以 大灣區做都可以 那塊地拿來蓋房子 當然現在蓋房子當然不值錢 當年高峰時候 你說廣播道那塊地 和那個電視部 街藝電視部 那兩塊濕溝的東西 拿來蓋房子 就值多少錢 斷以幾十億計了吧 那政府又 剩下幾十億了 那你說 放在哪裏 不奇怪 現在你見政府現在很多人有趣的 所謂都拆散了 稅務局 去了啟德 人民入境事務處 去了這個 張銀浩 那你不知道以後會怎樣的 是吧 這個就是整個世界一變 是吧 所以有時候 你要想回港台 那你很難 你很難 究竟現在港台是 開什麼 中指 以前港台會知道的 我們小時候有十大DJ選舉 哪兩個最厲害 車淑梅拿過幾屆的 你喜歡車淑梅也好 淑梅姐不喜歡 車淑梅拿過很多屆的 最紅的那時候 有時候 因為我們星期六一定要聽 周回碰碰車的 不要說青春交響曲 那些 那些我們小時候 很難向我笑 三個小孩 最近年 林珊珊都60歲了 拿了諾油卡 原來阿彈 他說明年他就70歲了 哇 那我小米不認老也不行 我看了 我真的從小聽到大的 好了 所以大家都要明白 這個遊戲規則 港台 雙台 就是港台根本 現在 不是 一定不是再用一個質量 來衡量這個節目的水準 就是那個人有料到 你給他做 未必一定不是這樣 我百分百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老實說 陳開琪做一個星期 做一個節目 做一個節目 都沒有資格 他選擇那個feel 和聲音 那個控制 全香港不超過五個人 可能我特別拜他了 因為我認識他 可能 真是不好意思 喂 你竟然 你竟然 都沒得做 那你何況你陳小虎 陳小虎 陳小虎 他有一個 唱好音樂故事 另外有一個節目 叫做唱好音樂故事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他 他最訪問了 他最訪問了 是葉振堂的 我偶爾會聽一下 當然你聽他 從他訪問你會覺得 是頗為 是那些老牌主持人 不是新派那些 是老牌主持人 就是很強調我是陳小虎 什麼什麼七七 有時候問一些問題 是 我覺得不好聽的 但是 無損他的地位 不信你聽他訪問張敬軒那集 訪問這個 李克勤那集 我聽了兩集 因為網上 有人把連結 拿到大陸的網上 我聽了 那我覺得 有些old school 但是無損他的 威名 陳小虎 都說剛才 四五個光環 是吧 但是 港台現在就是 可能的公關 還有現在是 政府公務員 抓FIT 我沒有記錯 沒有了當年 張大姐要雞理 就是說 我們節目調動 我們遲些再有機會合作 是吧 就是用這個很大 但是你說他 你說他的 這個 口齒不靈靈 那就是 你告訴你 就說到你老了 陳小虎 你這樣也不認 那當然 很冷氣憤 就是他現在有投訴專市 什麼 什麼3691 2388 作出投訴 你搞這麼多東西 就更搞到 港台更加討你了 我真的不認 他做很多娛樂圈 這麼久 還為了這口氣 啊 我就不認 你是不是沒有東西做 你那些錢多了 用不兜了 應該屁股 你還要 那些錢多的人 永遠都是屁股 你覺得是一條 一條 陳小虎也是這樣 劉細良也是這樣 我不明白 你那些錢多了 用不兜了 那你何必 還要 差這個 一日之長短 是吧 那你現在老了 六七十歲 你口齒不靈利 你不是鍾衛明 鍾衛明 他現在不敢說 因為他根證苗孔 就是講到這樣 但是你 陳小虎你什麼笨笨笨笨 你上台 你這個節目 是新城的 不關港台的事 你記住 你說做得多好 節目做得多好 你說好 沒有量化的 當然有人喜歡 當然有人不喜歡 一定是這樣的 雖然怒氣都沒有用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怒氣 不過 但是 怎麼也好 小虎哥姐 我也認為 好來好去 你何必 煽動些群眾 投訴 港台 最後你選了港台的官 這麼多事情做 就要再見也不是朋友 我想過唱好音樂股市 我也跟你倒數了 唉 真是 我也替你好難可惜 好了 今集小蜜討論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小蜜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陳小虎做節目 如果有的話 留言看看做得好不好 好嗎 接下來再和大家吹吹水 OK